大家好 今天是10月8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有192,491人確診 在新增的個案當中 有265人居於飛沙衛生區 143人居於內陸衛生區 69人居於溫哥懷澳衛生區 北部和溫度衛生區分別有196宗和70宗 省內目前仍有5969宗活躍的個案 當中360人住院 包括137名患者在深置治療部留醫 省內還有5人疫亡 雷更人數增加至2,001人 而至今有184,121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半省至今已為88.6%的12歲以上省民接種過疫苗 而有82.2%已完成兩針疫苗的接種 其他省份疫情方面 亞省的確診病例增加至38,275宗 安省590,104宗 灰省413,930宗 全國的確診總和1653,235宗 疫亡數方面 亞省至今有2,830人死於疫症 安省9,776人 灰省11,405人 全國幾月亡數達28,162人 卓能聽力中心由李智蓮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現在的坐天氣還有超級優惠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d Sound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聊聊 我們就開始了 溫哥華商業街Commercial Drive不端 今天凌晨發生地陷事故 兩兩小型貨車租吞勢 溫哥華消防局是在凌晨1點接報 港底Commercial Drive及Powell街以北的現場 發現馬路出現一個大洞 有兩兩Pick up陷入其中 而且不斷有水滲出 流入旁邊樓房 幸而無人受傷 判斷原因是地下水管破裂 直至今日下午 溫哥華市府的工人依然在搶收 遠處所見 地窿起碼有一個人心 通理琴行是大溫地區最大的名牌鋼琴會種 過去五十多年來為大溫地區千家萬戶 提供最優質的樂器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飛斯省內部分大型機構 都陸續開始實施強制員工接種疫苗的政策 要求員工在下個月內完成疫苗接種 並出示有效的接種證明 據運輸聯線今天發出的聲明表示 運輸期下約8300名員工 將需要在11月29日前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種 並提供官方認可的證明 這項政策的涉及範圍包括 運輸聯線、岸山巴士公司、 飛斯接運公司和運輸警察 另外,飛斯保險公司今天也有類似的宣布 並表示公司將要求包括外配在內的所有員工 在11月15日前完成疫苗接種 溫哥華一名女性車主 因為剛巧撞到吹發轉換器的盜竊現場 遭疑犯用胡椒噴霧襲擊 事發的地點靠近一個都有幾多華人光顧的商場 事件發生於10月4日 受害人的車就停在輪伐老街隔 溫哥華東一街附近 大約在早上7時30分左右 受害人剛巧撞到兩名賊人 正從他的車上拆除催化轉換器 當受害者走近疑犯的時候 疑犯就用了防紅噴霧來襲擊受害人 兩名疑犯也趁機逃跑 鑑於明天開始就是錦欣節的長周末 省首席衛生官亨利在日前的記者會上提醒民眾 雖然民眾在這樣一般都會邀請親友聚餐慶祝 但是他希望民眾在今年的慶祝聚會 繼續做好防疫措施 疑心 是未來的原因為病毒和癌症 位於內陸利頓的華人歷史博物館被山火焚毀後 管主表示 仍然認為大眾需要了解這個地區的華人故事 計劃重建博物館 利頓華人歷史博物館聯合始創人范德里奇 星期三首次重返現場堪拆 他說雖然博物館收藏的1,600件文物一邊 大部分已經被銷毀 但是在搜索過程中 仍然發現一些倖存的瓷器和圖瓷件 希望日後可以找到更多的文物 而博物館早前借給溫高華博物館的6件文物 就避過一劫 6件館藏將會在新博物館裡享有一席之地 范德里奇說 他保存了博物館所有館藏的數據 計劃將新博物館的重點放在數碼概念上 他說博物館是加拿大 同期華人文物保存最好的博物館之一 被銷毀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利頓市長波特曼表示 除了記錄重要的歷史之外 華人歷史博物館 還是利頓的主要旅遊景點 不少人都有意願重建 9月23日在蘇利一間護老院裡面 大家為加拿大最年長的男人 Jahun Lee慶祝111歲的生日 這位韓裔的老壽星分享他的長壽秘訣 就是每天鍛鍊 經常微笑 同好人在一起 實踐你的信仰 日常生活儘量不要壓力太大 這位人稅也都已經接種了新冠疫苗 成為加拿大最年長的接種人 為利慶祝111歲生日的嘉賓 還包括聯邦參議員Johann Martin的幕僚長 韓國大使Michael Chan等 據悉利出生於1910年8月27日 他出生的那年是電視台開播的第一年 世界上第一部恐怖電影 Mary Charlize Frankenstein在戲院上映 請免費訂閱明豹Daily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便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吧 蘭克區警方今日表示 兩男一女萬錦氏華裔居民涉嫌在大多倫多地區販毒 警方現在已檢控其中兩個人 一個人在逃 行動中檢獲市值超過100萬毒品和35萬現金 警方表示今年7月鎖定一名毒犯成立專案調查 並在9月29日分別在約克區、多倫多、聖Thomas 展開突擊搜查行動 檢獲6.3公斤迷幻藥、1.5公斤K仔、830克安菲他命 和51磅大麻等毒品 警方現在檢控了29歲萬錦氏華裔男子Ying Jo 和35歲華裔女子Jing Katrina-Shoo 多項販毒罪名 並且通緝在途的35歲華裔男子Jung Hao-Sung 一旦被捕她將會面對多項販毒罪名 感恩節快來了 究竟要不要打第三針? 聯邦副首席醫療官Dr.Ho Liu 今天被問到加拿大人是否需要打加強制? 她回答疫苗對抗病毒抵抗力會隨著時間消退 在加拿大疫苗對國民的保護力仍然足夠 她又說醫療專家會繼續討論接種加強劑的迫切性 也會分析最新數據確定需要接種加強劑的日子 她補充說 現在有一些需要優先考慮的人口 面對更大的風險容易有嚴重的感染 這些人士需要加強劑 但普羅大眾暫時沒有需要 聯邦衛生部今天的數據無形顯示 一直到10月17日 國內的累積確診人數應該是有170萬人 疫苗人數就會有29,030人 如果現在的防疫措施發揮作用 去到11月初確診的人數是可以減少15% 安省疫苗分發小組成員Dr. Isaac Bulgas今天就說 省內居民對接種第三劑加強劑仍然存在爭議 但是部分接種率高的國家都出現了完全接種者 對病毒的抵抗力下降 因此有部分人士就有接種加強劑的需要 至於不同年齡的人士 何時要打加強劑就有不同的解毒 現在只是有部分人士 應該先接種第三劑疫苗 但他相信隨著抵抗力下降 市民最終都是需要接種第三劑 警方國安處人員今早在元朗百鄉一個單位 找到一支P-80自動手槍、三個彈盒、有12發、9mm子彈等的武器 並以涉嫌無牌管一火器或槍械拘捕了對夫婦 正調查有關武器的來源和用途 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說 黑暴期間警方共檢獲四支類似型號的手槍 其中在2019年10月 有人曾經在大埔發射過P-80自動手槍 他說這把槍的原產地在美國 而斯邦的防毒面具屬於受管制的自動物資 調查他們的來源和怎樣流入香港 以前有沒有被用過 以及涉及什麼計劃和用途 警方根據情報 今早在百鄉一個單位檢獲一支自動手槍、彈盒、多發子彈 一些防毒面具、彈弓刀和鐵蓮花等 經初步檢驗 手槍的性能良好、有發射能力 警方在單位內拘捕了一對夫婦 分別是36歲男子和32歲女子 報稱從事送貨和工人 涉嫌無牌管一貨器或槍械 警方正調查兩人 是否涉及任何政治背景或組織 以及有沒有參與過什麼活動 香港大學透過律師通知支聯會和他們的清判人 要求他們最遲在下星期三下午五點前 搬走在港大校園內的過傷之處 否則會被示威放棄 港大不會再考慮支聯會未來 就國殤之處提出的任何要求 並會在認為合適的時間和方式處理國殤之處 不再另行通知 支聯會清判人蔡耀昌今天就說 港大的要求並不合理 蔡耀昌自出 港大作為一個具言論和學術自由的空間 有社會責任和使命保留國殤之處 他期望校方依據過二十幾年的標準 繼續被國殤之處在港大校園內書立 他說已經去信港大校長張祥 要求港大校方回應保留國殤之處的要求 並澄清校方是否有計劃移除國殤之處 以下是文儀消息 今晚要拍一個歌曲的MV 還有賣得很理想 因為連續五個星期冠軍銷售 我自己也挺意料之外 暫時未想到下一張唱片會想做些什麼 所以想聽我的歌的朋友 應該很快點去買這些唱片 因為沒那麼快想到下一張唱片會做些什麼 還有很多人會問我上次演唱 生日會搞那個生日會的concert 會不會出點 都會出點的 不過應該沒那麼快 因為後期要做 那天真的很想嘗試做 還有做些gluten fre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膚質 沒有膚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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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濕疹人士 有濕疹的時候 最好沒有吃膚質 不如自己去學做 有這樣的需要 那次第一次做 很理想 家人受惠 吃一下你 嘗試你手勢 沒有 我自己藏起來 因為做得四顆 因為整個屋子 這麼狠油 因為整個屋子 花了多久時間 要濕疹才能吃 都是 健康人士都可以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 吃慣 喜歡吃真的麵包 那些人 就未必那麼喜歡吃 都很自由的麵包 有些不同的其實 謝謝 今天的新聞是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週末 下星期再會